好 不過另外我們要帶您來看到 也跟中國相關 中國最近在鬧一件事情 你看他們的微博熱搜 很多一直掛在前面的在講什麼 說你以後不能買iPhone 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iPhone不能用微信支付 聽了就覺得 如果你iPhone不支援微信支付的話 那你在中國市場就不用賣了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用手機 要嘛支付寶 要嘛微信支付不是嗎 好 那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因為 這個蘋果 它有一個所謂蘋果稅 它對這個app都要抽 最高30%的稅 那特別的是 這對中國就是如此 那抽了這麼多的稅 當然這蘋果賺得很開心 但是呢 這些被你克吹的人就不開心 所以現在有點僵持在那裡 那到底呢 這件事情的進度如何 真的會影響到 這個蘋果手機在中國不能賣嗎 哇 這對蘋果來講 應該是很傷的一件事情 但有可能嗎 蘋果應該會妥協吧 趕快來請教一下朱老師 好 第一時間我看到這新聞的時候 我第一個聯想是 美國一直在制裁中國 中國要反擊的 而且我直接用騰訊 他故意不要用官方 因為騰訊是民間公司 我用民間公司去制裁你的老大蘋果 看起來就中國可以說 跟我沒關係 好 可是仔細再看內容 就如剛剛志祺所說 其實真的不是政治的問題 而是騰訊覺得冷無可冷了 因為去過中國就知道 騰訊在中國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它不是只有我們台灣的Line那種感覺 因為我們台灣最終就是通訊 可是你在中國除了通訊之外 食衣住行通通都要用微信 微信就是騰訊的 微信支付 尤其是這幾年支付寶已經在沒落了 對 微信是老大 所以你在中國 尤其你到中國大城市 我之前就有這種經驗 你有錢都沒辦法付錢 真的 我去過一次上海 我真的是什麼都沒得吃 真的就是這樣子 因為沒有錢 我沒有微信支付 對 好 所以這其實才是關鍵所在 所以這次騰訊就毛起來了 你現在要推iPhone16 市場這麼夯 我當然趁你這個時候 跟你開始要討價還價了 什麼事情呢 就剛剛志祺說的 被戲稱為蘋果稅的這個東西 其實不能說稅 因為你如果在Apple Store 你去下載軟體的時候 蘋果當然要抽點費用 可是這個抽的費用 來 你看我們整理這張表 你就知道 基本上中國現在是被課 最高的費用 大企業 他課的那個對象 就是如果你寫了一個App 然後你要上架到Apple Store當中 然後你每被人下載一次 你賺到的錢 你就要分給蘋果 對不對 就要蘋果稅 沒錯 好 所以你看在中國 如果你是標準企業 指的是比較大的公司的App 你要被課30% 很多 如果是小企業 譬如說或個人的是15% 所以你看到 尤其是對比是歐盟 歐盟為什麼特別低 因為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年初歐盟縱罰了蘋果 反托拉斯 罰了18.4億歐元 所以蘋果摸摸鼻子降下來 對 蘋果就是因為這樣子妥協 所以大幅的下降 只剩17%跟10% 那也就算了 你再看到右邊這一欄 這又是一個大問題 如果我在蘋果 為了避免被你課稅 我可以用所謂的第三方支付 我不要經過你的平台 沒錯 可是維圖在中國是不行的 為什麼 這就是半鍵所在嘛 所以難怪這次騰訊要跳起來 因為騰訊又被課你30% 然後你又不准我在外面第三方支付 對 所以這次騰訊就硬起來了 你一定要把這個費用給我降下來 對 你要開放第三方支付 不能全部都只用你蘋果的支付系統 對 所以蘋果當然現在你說它怎麼辦 我覺得蘋果必須要妥協 它一定要妥協 不然你沒有微信 對 因為有中國的媒體 已經做了民調 就問你說 如果今天真的就是要二選一 騰訊跟iPhone 你要選誰 一面倒95%選微信 當然啊 對啊 因為你在中國沒有微信 你真的是寸步難行 因為它一早起來 你就要用微信 可能點個早餐吃 叫個車去上單 沒錯 你這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所以現在我覺得最終蘋果終究要妥協 只是什麼時間 什麼價格 我們就等著看 好 那回到我們剛剛說的 因為騰訊很聰明 知道你iPhone16又出來了嘛 好 那可是要注意 還不是只有iPhone16有問題 如果你是用原本舊的手機 你把你的作業線 升級到iOS18.2 有一樣的問題 所以就算你舊手機 你不能升級喔 那你的影響就更大了 對 所以蘋果一定會妥協的 一定要妥協嘛 所以回到 所以現在iPhone16 市場沸沸揚揚說 一定會賣得很好 說多少人要換機 好 到底會不會有這件事情 我們看它的主要代工廠 富士康 富士康就很清楚了嘛 所以你看到富士康最近的 不只最近的 大概至少一兩個月前 就開始招逼買馬 招工 尤其是在重點鄭州的地方 真的是你看到這個廣告 你看到右下角那個 你以為是什麼大賣場在大販賣或是什麼 不是 跟你說最後一波高價 最後一波高價是什麼 指的是你來這邊上班 對 薪水 他說我只有在這個時間點 我會給你特別高價 你其他時候來應徵就沒有 相對會比較低 真的 我們套戲 我們要跨哥有這種廣告的 你來跟我上班 現在才有這麼高興 對 而且就富士康來說 他有分三種 那我們看到第一個 反廢工 這在台灣其實就是我們所謂的合約工 可能就是跟你講你要做三個月 所以你看以三個月來說 今年跟去年比 真的是往上調了 平均一個月下來 大概至少六千多塊人民幣 大家知道在中國 你一般像這種藍領階級 你大概有個三四千 就已經算非常好了 所以六千等於是雙倍 對 甚至你可以如果要願意的話 你加班更多他可以到七千多塊 這是第一種 第二個小時工就是打零工的 有人就是喜歡愛來不來 不想天天上班的 這個部分也開始喊出來的超高價 一個小時最高可以喊到 二十七塊人民幣了 在中國一般大概都只有十幾塊人民幣 你看這多吸引人 有些那種很偏遠的城市 才一個小時八塊人民幣 對 那更不要說 如果你是全職工 那當然薪水都超高的 好 當然很多人就說 做這個做得要死 真的可能你拿到錢你也沒時間花 可是就有人說 對比誰 比亞迪 一樣做到要死 了不起六千塊 一個禮拜他招了五萬個工 所以當地整個活過來的 十一住行都要 甚至 因為中國很多地方基本上 摩托車不能有油車 只能有電動的 所以很多人說 連電動機車整個都救活起來 因為你要維修 要充電 要換電池 通通等靠富士康的員工 對 所以我們看到iPhone手機 在中國要趕快組裝 所以把部分地區 富士康工廠所在之地 現在感覺好像經濟有一點活血的感覺 但是呢 跟蘋果之間的問題還是要解決 不然的話 看到了這個微信不能用 對蘋果來講 在中國市場應該也是寸步難行